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学习了字无串的特点 对不对 也复习了一下前边咱们说的 如何声明字无串 和字无串 几些变量的一些特点 对不对 咱们说 在P2P里边 字无串的应用是最广的 那有的项目里边 接近50%的代码都是用字无串 处理来编写出来的 对吧 当然了 咱们如果只学前边的那些简单字无串特性 是不够咱们使用的 对不对 所以要想字无串 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字无串 你不管把它变成 就只要能想着什么样 就能变成什么样 对吧 当然了 你要想处理字无串 自己写行数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咱们P2P字无串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系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已经非常实用的常用的处理库 对吧 就不需要自己写了 再有 就算是你自己能写出来这个函数对不对 有两点 系统提供了你干嘛写 这两个时间对不对 就算你写出来的效率也没有系统函数效率高 所以咱们还是要学习字无串处理函数 对 那一定要记住 字无串这个简单而重要 每个细节都不放入 对吧 那看一下 字无串处理函数库 我们就得怎么办 查着手册看一下有什么 来 手册我已经考到桌面了 我们在这画目录里边找一下 在函数参考里边有一个文本处理 因为字无串数文本的一部分 对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字无串处理函数 那通过拉动滚动条 咱们能看到 是不是有这么多处理函数 对 看到了 有这么多处理函数 后边都有一些中文 当然有一些英文 对不对 可以看的作用 然后针对每个去应用 咱们现在应用函数应该不陌生了 对不对 只要函数知道它是干嘛的 就知道我又不用它 对不对 有几个参数 怎么穿参数 我就会用它 那反位值呢 我们就知道用完之后 我们怎么处理 对吧 所以任何一个函数用起来 就不是难解了 但是呢 你一定要先知道 一共有什么样的处理函数 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对不对 那和学数字函数一样 咱们按功能分类去学 对吧 那要一个一个学的没有规律 大家也不好记 对吧 当然了 除了这一套函数物之外 咱们还有一套函数物 对 为什么还有一套呢 来 我给大家写两个 诚语看一下 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现在生命一个字符串 STR等于 Hello or 这是一个字符串吧 对吧 我们经常都是用这个 STR1等于 你看 妹子 你好 这笔也是个字符串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中文的 对吧 那对于我们来处理上来说 比如说 我现在想 截取字符串 想截取字符串 比如说 那截取字符串呢 这里边有一个函数 叫做什么 搜索一下 这有了SUBSTR看到了吗 就是这里边附一个 什么字符串 从哪开始截多长 对吧 然后反复一个截取的字符串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截取 我两个分别截取一下 这块用SUBSTR 截取STR字符串 从哪开始呢 从零开始 截取多少个呢 比如说截取其个 看到了吗 对吧 这是一个字符串 我换一下行 那我再用这个 Igo SUBSTR 倒了把FTR1 我从零开始 也截取其一个 但是我截取的是STR1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页面上会有什么效果 Locos test.pt 来我们看一下结果 看一下 第一个字符串 是不是Hello 加空管加W 起个字符都出来了 对吧 因为Hello本身是五个 空管一个W 而妹子后边 这怎么多了一个这个 对不对 多了一个问号 不同软件显示不一样 有的是中文 有的是方块 跟什么 那就说明什么 没记住权 什么原因造成这个 因为汉字 它是多字节的 对吧 GBR32的字符串 它占两个 对吧 UT28的它占三个 对不对 所以一个汉字 咱们现在默认是UT28的 占了三个字 接 而咱们其实结七个字符 是不是结出两个字 多一个字符来 对吧 第三个字 它有三个字符组成 那只拿出来一个字 对吧 那对于这种问题 咱们可以大量的自己写函数 比如说去处理 对吧 当然了 网上有很多 怎么的 截取汉字的一些截取方法 对不对 但是系统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一套 专门处理多字节的函数库 什么呢 对吧 比如说我前面加上一个MB下号线 ST SUB STR 看一下 是不是也有这函数 MB就是多字节的缩写 就是这个MB多字节的字符算 看一下 这些函数跟刚才咱们的看到那个字符算处理还是不 个数差不多 也就刚才那里边有的函数 这里边基本都有 只过前面多了一个MB下号线 对吧 那带MP的就处理多字节的 DBL32 UT18都可以 只要是多字节 它都能处理 而且是自动识别的 看到了吗 那假如说我在执行中文字符算的时候 我这话就写什么 换一个加上MB下号线 看到了吗 但是这个函数默认你得加什么 加上处理字符集 UTF-8 不然的话也是默认用英文字符集 对吧 来 看一下 是不可以 那英文字符串 这话MB下号线 也可不可以用这个处理呢 这也没有问题 那这两刀还是不 功能基本一样 一个处理 多字节 单字节 都可以的 一个处理单字节 对不对 那那以后用哪个 恰恰相反 怎么样 平时处理的时候 尽量不用这个 听懂吗 只有什么时候用 就是带中文的字符串去用 而咱们在开发中 通常用到的字符串 都是英文字符串 用到的所有编程里面 算法上的 因为变量名 韩数名 是不是都是英文的 对不对 编程东西所有 哪怕标点 符号 都得是英文的 对吧 所以呢 所有操作字符都是英文的 那你就尽量不用这个 为什么不要用 因为它功能权 对不对 功能权 那它就会消耗 自己系统的资源要多 效率就会低 对吧 那咱们尽量用简单的 因为这个就能满足我们了 什么时候用这种多字符事处理 就是处理一些文章标题 对吧 然后文章内容 有限的一些字符串处理 咱们用Mb加上下滑线就可以了 但是学起来 你只要学会一套 另外一套 含生库只要加Mb就一样用了 知道那点吗 所以呢 平时开发的时候 我有Mb下滑线的 因为它效率低 因为这个能管制99%的功能 只有那1%的功能处理汉子的 加Mb下滑线就可以了 OK 两大而过 这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另外再有就是Mb 死尊它是一个扩展 而这些字符算处理 那属于内置函数了 对吧 一个是扩展 一个是内置函数 想象一下 怎么呢 是不是你用这套含生库的时候 不带Mb的话 你都不用安装任何东西 而用这套的话 有的时候是我们得安装一些东西 大部分它也是扩展 但是默认中自带的 而下面有的环境被装 听懂吗 来保存一下 这个 那我们这节课呢 开始接触一下什么 常用的棕串输出函数 咱们看这里有哪些 看一下 有这么多输出函数对不对 对吧 但是有一些输出函数 但是实际上线的项目里边 所有的输出还是用IQO之类的 听懂吧 这么多输出 其实平时咱们用的 你看这么多输出 只用到了EST 对不对 偶尔 就是ES 一携抽 只用到这个 和IQO和DIE 对吧 其他的能平时都很少用 那看一下 先看一下IQO和Print的一些区别 记得 用一个就行了 对不对 为什么在这里有重点 讲一下IQO和Print呢 因为在面试的时候 经常问你IQO和Print什么区别 对吧 那咱们详细介绍一下 首先看一下IQO和Print 它不仅是函数还是指令 对吧 所以你看IQO既然是指令的话 IQO可以干嘛 可以输出 不加括号的输出 这样可不可以呀 IQO 加上括号 这样可不可以呀 可以吧 因为它是指令 就跟它前面学习英可录的那个 是不是一个到两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两上一个都可以呀 对吧 那Print可不可以呀 Print直接这个Print 对 你看可不可以呢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这俩又有什么区别呢 又有什么区别呢 看我区别 什么呢 Print是有反位值的 我们外层再加一个 对吧 而上面讲上IQO 怎么呢 是没有反位值的 来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看 未定义IQO 这块就不能用 来看一下Print IQO这块 对 那看一下Print 单纯Print是个业 是反位 IQO没有反位值 直接只能这么用 直接打印是不是就不行了 所以区别第一个区别 就是什么 Print有反位值 IQO没有反位值 但是这个不是咱们用它的主要原因 比如Print成功打印1 那我们要那个反位值有什么用 根本没有什么用 所以这不是咱们最主要用的 最主要用的什么 IQO可以打印多个参数 Print不可以 这是第二点区别 对吧 比如IQO AA到号 BB到号 CC到号 看一下 或者是BR 你看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打印多个参 嗯 抓紧一下 是不是AABCC都可以了 对吧 那同样的代码 如果我换成谁 换成Print Print 你看一下 可以吗 抓紧一下 是不是就出错了 Print不可以打印多个参数 IQO是可以的 听懂吧 但是IQO能打印多个参数 也仅限于这种指令的方式可以 如果加上括号的方式 这是不许细的 这种格式 还不许细打印多个参数 对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出错了 对吧 所以说 它有一种格式支持打印多个参数 那跟Print是不是有区别了 所以呢 面试的时候问你 IQO和Print的什么区别 都达两点 第一点 Print有百分值 IQO没有百分值 第二点 IQO的指令的方式可以打印多个参数 而Print不管哪种方式都不能打印多个参数 对吧 平时用的时候只需要记一个就行了 谁呀 IQO 智能经常用 Print根本没人用 听懂吧 这是咱们第一个要介绍的输出 系统里边有很多输出 当然用一个就可以了 对吧 当然了我们这里边经常还会用这个 DAE DAE其实是谁的编名了 ESIT的编名 那作用是干嘛的呢 对吧 输出并 干嘛 退出程序 输出并退出程序 对吧 它一样是给输出的 比如说 ESIT输出 EHA 你看 也是指定的方式 这个符合号的方式 是不是输出EHA 那DAE它俩是别名的关系是一样的 我这边写DAE DAE再上B能输出吗 不能 不能 因为EST已经干嘛了 已经退出程序了对不对 下边就不会再执行了 所以呢 DEST和PiCO 输出一行A 下边再加一个退出程序 道理是一样的 嗯 听懂啊 那有的时候咱们可以单独的写DAE 就是退出程序 或者EST 退出程序对不对 通常咱们在这里边也放一个整数 什么呢 比如说0就是我正常退出程序 到这会我就想正常退出 对吧 如果你写1的话 或者其他数的话 就告诉我们 这个也是退出 但是遇到这种退出是一种非正常的退出 你标志的一种状态 就证明到这会儿是有问题了 你用一 退出一个标志状态 听着吧 通常这里面能放的整数是0到254 255呢 是PAP预留的 对吧 总之咱们用DNA也是咱们经常用的 但是用它的功能就是输出一句话 并且退出程序 对吧 通常可以这么写 ESAT 退出1 你看 如果直接这种指定的方式 哦 这种新版本不支持 那还是就直接那么退出吧 ESAT 退出就可以了 对吧 或者加括号加参数都可以 听了吧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向大家介绍的几个常用的输出函数 咱们只介绍了前三个对不对 对 输出函数还有很多 比如说后边这两个也是输出 但是平时能记几个 就记一个一个 为什么要学习其他的呢 就是有别人在用的时候 你能看得懂它是干嘛的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PRINT 还是PRINT 是下个课咱们介绍的那种 好吧 那这节课咱们就先介绍到这 嗯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对